大姑 你要找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附近啊 嗯 嘶 小姑姑等我哦 好的大哥 果然是这个地方 冷漠妙长黑金石 大门做出 寨今日 众人浑然 全不知 哎 哥这说的话 不会被人听到了吧 啊 没有没有 啥都没听到 对敌人的人耻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嗯 男人 要爱自己 哟 这不吵算了吗 嬷嬷 我咋忘了 还有远古宝石这事儿了 哈哈 楼楼计划泡汤了 现在出去又感觉好累吧 外面狂风暴雨的 把嬷嬷穿走了怎么办 怎么又下这么大的雨了 又是哪个咱俩的心 被杀害了 溜了溜了溜了 赶紧回家睡觉去 哈哈 睡高高咯 宝石一下也长不齐 嗯 话说后天就是给小叶子 交房的最后期限了 按照小叶子的性格 要是没给他个满意的房间 好家伙 还不得三吞活剥了我 哈哈 行吧 反正 炸干都是干 叶子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更何况粉纷都说 城堡要是能有一点摄差就完美了 嗯 行吧 摸摸似乎已经 胸里有颗竹子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二楼在原有的基础 扩出一个平台出来 就用红色的砖来当主材料 乍一看 你就跟学校跑道似的 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 都能用来给住户当成练跑步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轮 至绿的莫莫 有多么可怕 嗯 是不是一下就有那味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神殿整体的色差设计了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粉红问了 莫莫你这城堡来来活活弄了多少次了 真正的建筑艺术品 永远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只有经过上百上千次的锤炼 才能成为他人无法复制的童话 想我莫莫一出生就是站在终点 好了哥哥不要再吹牛了 赶紧前骨大挪移吧 哎 好嘞 各位瞧好了啊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乾坤 大挪移 三百六十度 观济五十角 昔天地之灵气 吐日月之精华 可谓是 覆摸杜劫的好地方 哈哈 又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神殿变皇宫 正即刻登基 现在我宣布 莫莫皇宫正式竣工 我已经祈祷我的成名入住了 么 朕龙颜大悦